有关于这个商业执照 由这一个地方议会 就是家义市议会所征收的这个执照费呢 突然间飙升 从35宗的案件呢 我们可以综合为总共12个不同的行业 它的账幅呢 从46%到282% 有者呢是属于那些呢 非常就是小的小规模的行业 比如说复制所时的这个小生意 有一些呢换轮胎 有一些是维修汽车等等 他们所面对的困境就是呢 突然间在年头借货通知已经涨价了 这个涨幅是非常惊人的 高达282% 所以我认为雪州的政府 尤其雪州的经济顾问安华 有必要出来解释 他一直口口声声 所做的一切为了人民 当他们在肆无忌惮的批评国阵 说物价高涨 国阵一些负责的同时 他是否有想过 在这一些举动上呢 其实呢 也给我们商家带来很大的压力 最终这一个成本也会嫁祸于消费人 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光只是呢 一些行业可能260块 你就起到700多块 这个涨幅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是不合理的涨价 那么在这之前呢 安华也曾经鼓励这一些地方政府呢 征收更多的税收 也以这个外国到国外旅游啊 作为呢 他们的这个奖励 问题是 这个情况是不是 他们为了拼命征收 而把这个执照会提高 我们不得而知 安华有必要呢 做出解释 第二点 口口声声说 我们不会呢 那么让人民受苦的 这个明年领袖 这个时候 他们是有必要站出来 那么发表自己的立场 我想问林光临是否同意呢 这个282%执照的这个涨幅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议题上呢 明年政府应该要有很清楚的交代 而不是呢 一直在批评国政 我们没有否认说 今天人民面对很大的压力 百物高张等等 但是我们正视它 我们没有逃避 但是在我们正视这个问题的同时 反对党也有责任呢 协助我们呢 就是把这一些物价呢 这个所有这一些 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 包括这些必需品呢 的价格 把它压低 价格 这是非常重要 可是当你把这个执照会提高的时候呢 无形中增加了业者的成本 那么最终呢 导致他们呢 会面对这方面的压力 所以今天我们出席的也有乌冷的 所以对我们业者呢 是有点负担 真的很负担 因为好像我们在工业区的 比如说你独立的工厂 它根本都没有服务 好像那个垃圾都是我们导 那我们的独立的工厂 或者说那些半独立的工厂呢 它本身呢 它的那个门牌税都已经很高了 比如说你两千 二十三千八百分次的 那个土地 你的门牌税都六千 六千三百多 那你这是六千三百多 你拿了 可是你没有服务 可是你又再接我们这些的 来生的一个承担的话 真的我们都 以我们做生产部的 或者工厂的都很辛苦 今天马华要求 雪州民连政府 取消2014的新的收费 用回2013的这个制造费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减轻业者的这个负担 假如他们做不到的话 就等于说呢 他们讲一套做一套